更换自制桌布 那我们完成了汇出的这个动作之后呢 那它会帮我们自动把这个画面存档起来 那它存档的位置呢 它是会预设的存档位置会是在加目录底下 就是这一张 它自动帮我们做一个存档动作的 那这一张呢 我们刚刚在汇出的时候 选择了依照它的这个比例来做缩放 所以当我们开启这张图片档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一张图片呢 它的这个像素是1024x768 那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我们在汇出的时候 有选择了依比例来做缩放 那否则的话 因为我们的原始在操作Photoword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画布大小是荧幕的画面 而并不是呢 并不是选择这个桌面 所以假设我们没有在汇出的时候 做好一个调整的话 那么我们在设定桌布的时候 可能这张桌面的这一个图片 会有一点太大或者是太小的情况发生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制的桌布呢 做一个更换呢 其实我们就回到桌面 按下滑鼠的右键之后 选择更改桌面背景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加号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加号之后 那刚刚我们提到 它的图片预设存档位置是在加目录里面 好 所以 我们找到加目录之后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图片 那按一下开启 好 那这边插插关闭掉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桌面呢 已经是我们所制作完成的这一张图片了